原标题,冬至,又一次南北吃货辩论大赛废话 北京时间12月22日零时28分,迎来冬至节气。 冬至是最早被指定的节气,也称亚随重要性仅次于除夕。 冬至之名已经显现出它的别致之处。 致是极致的意思,冬藏之气致死而极。 这一天是暑久寒天的第一天,所以才有冬至不端饺子玩,动掉耳朵没人管一说。 这一天是北半秋全年白昼最短,夜晚最长的一天,之后白昼渐长。 中国民间称之为吃了冬至饭,一天长一线最后一个长夜可以安睡。 所谓冬至大如年庆可冬至,自当热闹非凡,最热闹当然是关于吃微博评论区,讨论冬至是什么,被顶至最前排,类似的场景并不先见。 作为一个对吃最赏心的民族,所有重要的节气、节日,吃什么怎么吃都是最重要的一体。 所以,每一个节日,基本都会掀起一次南北吃货辩论大赛这一次的辩论争狂依旧。 首先出场的是北方队。 对一个北方人来说冬至吃饺子司空见惯,毕竟北方人对饺子有一种迷之喜爱,中秋节吃,春节吃,元宵节吃。 反正只要大小算个节,就可以召唤出赶面杖,包两碗饺子吃。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冬至饺子下致面的说法。 饺子可不只是年家嫌这么简单,人家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。 饺子原名焦耳相传是我国医圣张仲景发明。 东汉末年,名医张仲景见很多穷苦百姓人机受汤,耳朵都冻烂了,于是发明了驱寒焦耳汤。 人们吃下驱寒汤后浑身发热,血液通畅,两耳变暖。 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。 所以,在最冷的冬至吃饺子,暖和。 冷不仅仅可以靠热量高营养多的饺子解决。 大同还有冬至不吃肉,动了嚼指头的眼语。 所以,今天的大同人又有了大快朵鱼的理由。 当然,也切莫以为北方人独丑饺子。 在山西,除吃饺子外,还有一些地方以高位食,如何顺迎冬就年吃油糕零食吃熟米糕平鲁吃鸡肉战素糕西北宁夏。 冬至的吃食就更为别致。 头脑在冬至这一天,银川仍喝粉汤吃羊肉粉汤饺子。 银川仍怀给羊肉粉汤叫了个特别的名字,头脑。 所以,听到银川仍吃头脑不要觉得惊讶,那只是由蘑菇和羊肉烹饪而成的羊肉粉汤。 总之,北方人吃饺子、吃炖肉、吃馄饺,吃一切能遇寒的东西。 毕竟,北方冷嘛。 当然了,尽管现在北方人已经开始围着暖气吃西瓜,但依然改不掉延续了千年的饮食习惯。 毕竟,这就是文化。 南方对显然不符。 南方冬至也冷呢,是谁给了你们南方冬天不冷的错觉? 尽管如此,南方人并没有将饮食过多与天气绑定。 南方地区在冬至这天吃食丰富、细致,既有米团、年糕、糯米饭、长线面,也有梅豆腐、姜木鸭。 荤素搭配,米面齐全。 相比于北方人对饺子的知迷,南方人对汤圆相当偏爱。 家家倒米做汤圆,知识明朝东之天。 上海人对讲究吃汤圆,求得团圆圆满潮汕有吃了冬结圆多于碎之说。 其中冬结圆就是汤圆,在潮汕地区又叫田丸。 在冬至这一天吃田丸的习俗几乎普及整个潮汕地区。 当然,一个汤圆怎能隶属南方饮食之丰富。 仅说浙江,冬至饮食点千差万别。 杭州人每逢冬至吃年糕。 嘉青人冬至吃桂园烧蛋宁波人冬至一早全家人吃大头菜烤年糕。 金华人冬至吃马死、桥外面。 渠州每家每户的菜肴里必须要有肉和豆腐,同时各家都炒上一些花生玉米大豆等,消贤食用。 冬至之夜,我国江南水乡还有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斗糯米饭的习俗。 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斗饭,用以驱逼一轨,防灾驱病。 南北两队发言完毕。 看似迥然相逸,实际并非界限分明。 历史记载也提到南北地区都有在冬至日吃馄饨的习俗,寓意破阴释羊,馄饨出风。 北方队以老北京为代表,所谓冬至馄饨下执念不但民间有冬至馄饨之俗, 清代宫廷里冬至节气也是馄饨。 据传此起泰寇每年冬至时节必是元宝馄饨。 南方队以苏州为代表。 江苏苏州的人们习惯在冬至吃馄饨。 根据历史传说,在2500年前的冬至时节, 吴伯国王厌倦了所有的昂贵美食,想吃些特别的口味。 为迎合吴王的心愿,美女西施去厨房做了一碗馄饨。 吴王很喜欢,吃了一大碗。 为了纪念西施,苏州人会在冬至做馄饨庆祝节日。 所以,今天,你吃了什么? 评论区留给你。 编辑,心无实习生,李中立教队,郭立琴推荐, 本文为新京报原创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。 不得转载核实。